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很长 有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 爱情是可以给你改变自己的力量 但你一定不能有改造对方的想法 好的 再一次欢迎我们强大的情感聊一团 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我们各位嘉宾 看看怎么帮他们解决情感困惑和问题好不好 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三组嘉宾 欢迎他们 好 本期第一队情感嘉宾梁先生35岁 来自江西销售 张女士22岁 来自广东销售 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问题呢 你觉得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他父亲到现在没有见过我家里面的人一面 就是他现在的脾气比较大 然后呢也相对比较双标 还有一点就是他比较悲观 今天的诉求是什么 就希望他家里人对我重视一点 然后他也能对我大方一点 就是希望他脾气好一点 我们沟通会好一点 然后就是开懒一点 不要那么悲观 你俩是刚刚结婚吗 结婚一年多了嘛 然后小孩也快一岁了 到现在我公公 没有见过我家里任何人 对我们这个婚事一点都不支持 后面说要办婚礼的时候就 不说话了 那办婚礼不应该是高兴的事吗 就因为老婆她父亲走得比较早 她是家里面的老大 然后下面有两个妹妹 她爸走的时候交代过她说 希望就是说给他们沾家 留一点香火 然后刚刚怀孕的时候 她就跟我商量 能不能那个小孩跟她姓 我就觉得反正是自己的小孩嘛 跟她姓也没所谓 就同意了嘛 回家过年的时候 只是跟我老爸 就亲必重的提了一嘴吧 可能我爸妈他们也没怎么听到 等到小孩出生了上户口的时候 他们才知道 这个小孩说是跟她姓 我老爸就发飙了 你们是顺口提了一嘴 这个是对老人的不尊重 这样的事情是很严肃的 很严谨 而且是要家里坐下来 好好的和老人说 放在桌面说的 对 由于我们想这么做 你们怎么看 同不同意 老人即便不同意 当然最后拍板是你们自己拍 这样搞的婚礼也办不了 办了你父亲也不会来 我们是先办两场 你们老家可以先不用 要求我老爸过来嘛 对不对 我老妈或者家里面派人过来 一样的也可以办 你不觉得我亲戚朋友会笑话死 到现在都还没有见过一面 那你爸爸现在对孩子 他是什么态度 他喜不喜欢这个孩子 小孩都在我们身边嘛 但是带回去他也很喜欢 也抱也干嘛的 公共对你的态度是什么 就不能不但 也会见面的对吧 就只有偶尔回去的时候才见得到 不行你们再生一个呗 对 信回来 我之前我就跟他家里人也说了 但是他爸爸还是过不去 老人嘛也能理解 能理解这儿 男方一直在小朋友们说 你老婆脾气特别大是吗 他就是不管什么事情 他只要看到不开心不顺心 一瞬间就可以爆发的 我也不是天天都脾气大呀 女人嘛一个月 总好有那么几天不舒服 情绪比较大 是因为这个原因 也不完全这样子说吧 就比如说我在厨房 他在洗手间 然后我滑了一下 他喊了我名字我没注意 然后他就要跑过来厨房来找我 说要你有什么用 我在厕所摔倒了 要摔死了你都不管 那我不是给吓到了吗 还有就是那个泡脚机嘛 活塞没有塞住 他直接把那个开水倒进去以后 然后就留一地 他也跑过来骂我 说我不把那个塞起来 那他是不是觉得你平时 如果有这个问题 要把它解决 你老不修老不弄老不弄 完了你就这个问题堆积到那 不是只要一点点小事情 他就是往我身上推的 他在厨房砸那个机制 然后那个油溅到他身上了 他也来骂我 说你这个死良民服 又不给我系围巾 小兄弟 这个我非常有同感 严老师 你们女生有时候 情绪不好的时候 就是要无视生有 要去找一个发现点的 我老婆也这样 我告诉你打是亲骂是爱 他真的要不跟你闹了 反而麻烦了 您刚才在讲的时候 您妻子一脸的那个秀 你刚才还说 你说他特悲观 这又是咋的了 他就是平常走在路上 看到一棵树 他都会说 哎呀这个树等下断了 把我砸了 或者是开一个电动车 在外面走 走到路上 他就说哎呀这个桥等下断了 也把我压了 或者走在桥上 他就说哎呀这个桥等下断了 我掉水里去了 自己身体上有一些小毛病啊 这里痛那里痛 他就会觉得 哎这里得了什么癌 那里得了什么癌 然后就哎哭哭啼啼的 闷闷不乐的 要去医院检查 我是比较敏感的人 比较爱幻想的人 那天是因为我身体不舒服 我又在那个抖音上查 我就觉得任何大病 都是小病拖成大病的 我就一定要去看一下 他也不是说抖音上查呀 他是刷抖音 都是专门刷那个悲剧 大数据推给他的都是悲剧 然后一哭就哭一晚上 他就说我不理他 哎姑娘 你觉不觉得自己生完孩子之后 可能比以前更悲观了 会 有这个因素在对吧 因为我生孩子 坐月子那一会儿 都就是有点 肠后抑郁症了呀 哦难怪 你看你今天一上场啊 他还没说两句话 你就开始哭 就一直在哭 是什么点触动到你 一上来就开始流泪了 就我觉得委屈嘛 孩子都已经生了那么久了 一个仪式感都没有 天天打游戏 为了打游戏能不吃饭 不睡觉 我说他 他又说我脾气大 怎么说我打游戏 那是属于搬砖类型的嘛 啊一个月能搬几千块钱 搭几千回来 算是在挣钱 但是我就感觉不怎么照顾孩子 你俩主要谁在带孩子 主要是我在带小孩嘛 那你在干嘛呢 我上班工作 你没工作吗 我之前跟他也是同事嘛 其实我的收入也是不低的 刚开始 但是只是说因为投资失败了嘛 然后他现在是家里面 压力稍微给到他这边了 所以我就带小孩 这不情好吗 在家带孩子对吧 一个人工作 一个人带孩子 因为他妹妹也住我们家嘛 六七点钟 读书要把他妹妹叫醒 叫醒了以后 我还又再睡一下 小孩又会醒了 然后我又要陪小孩一天 对吧 然后你就玩游戏了 我是用多余的时间玩游戏 不是说我一直在沉迷游戏之间 你每天花在游戏上的时间 是多少吧 两到三个小时吧 不是这样的 那是什么呀 如果是我哪一天休息 或者是我妹妹有时间带孩子 她能玩一整天 一下午坐在那里 又看孩子又做饭 对 我不知道那个整天打游戏 这个概念是什么 你打游戏的时间在几点 她把睡觉的时间挤出来打游戏 然后天天就跟我说没睡好 没睡好是因为她 她睡觉的时候 我们不能吵她 不能影响她 而我睡觉的时候 不管我睡了多久 睡半个小时也好 一个小时也好 她刷个抖音笑了 也把我高兴一起笑 哭了也把我高兴一起哭 干睡着也要叫我起来打杯水 那我只能跟你分享了呀 我只能 那她在睡觉呀 对呀 那我是觉得她一天大把时间睡觉 她白天不得在家带孩子吗 对 那周末她在玩游戏的时候 兼挣钱的时候 那你也可以帮忙 妹妹带带孩子呀 我休息的时候 我也会帮忙带 但你就看不得她在那玩 对对 对 特别是四五个手机 摆在那里一起玩 翻过来讲 她是在挣钱 她不是在玩游戏 她是靠这个 不是来补贴一点家用 但是我是觉得没这个必要 那是你觉得没这个必要 在她的眼里 在她的心里 她可能觉得 自己一分钱不挣 在家里面靠着你 把压力全给到你 你没有想过她的处境 和她的想法 她的感受啊 我是想让她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我不想她去挣钱 男生 您现在一个月 就靠这个游戏 能为家里赚多少钱 三四千块吧 女生收入多少啊 一个月三四万 三四万哦 所以她看不上那个老公正在点钱哦 就是你看女生刚才说她自己睡觉别人不能打扰 但是别人睡觉她完全不在意 就是在你睡得非常熟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一个好笑的一个难受的 我不管是什么时间 我都要把你赚起来陪我一起 情绪价值啊 对啊 你们说了吗 我就让你给我情绪价值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双标嘛 双标 而且可怕的是在一个家庭当中 我们说平等 不管你赚多少 我赚多少 我们也是平等的 我都嫁给你一年了 孩子都快一岁了 到今天连个婚礼都没有 到今天你爸爸都不见我们家人 我现在看什么不顺眼都是可理解的 这个是确实两回事 一个在情绪上就是一回事 她在这一个家庭的情绪当中 是一种优越感 因为我赚得多 我在家里我就可以仰起头 你老婆会拿你跟别人去比较吗 会 之前的追求者来对比 送给她的包包都是几万啊 送衣服啊 鞋子啊什么都是几万起步的 就会说 说我小气嘛 说我经常这个也不给她买 那个也不给她买 但是我就觉得我们过日子的 对不对 我没有说让你给我买那些奢侈品 我从来没有说 但是你把那些奢侈品 天天摆在我脸上 我也没让你看啊 我就摆在那里收藏起来而已啊 你会说这个包包是谁的 那个包包是谁的 我也没有背啊 前男友送的东西还摆着 这拿防尘袋包起来 是放在柜子里面的 然后你会跟他说 说你看这是谁谁谁 没有我是以前刚认识的时候说的 他寄到了现在 这是男人最怕的问题 是这样的吗 男人这一点很脆弱的 对 因为男人您看一面是自尊 另一面是自卑 而另外还有一个 您一年的婚姻当中 当他的面提过 比过前男友吗 好像比过 这就不对了 你怎么比的 还是说他抠门啊 他是这样子的 今天出去吃一顿海鲜自助餐 明天吃火锅 反正连续的一直不停的 我是说我们是过日子对吧 稍微节俭一下 你说我了 我不就节俭了吗 我就没有出去吃了呀 我们在家里做饭 我就问他 我说你想吃什么 他说随便 然后做好以后 他就不吃 做好多 我又不想吃了呀 回头就点外卖 那这个时候 就是你已经 没有工作的时候是吧 对 就这小半年吧 他觉得不打游戏 不赚一点钱 我会看不起他 但是事业有点波动 我觉得这 每个男人都很正常 我也没有说 一定要让他工作 我让他在家看孩子 我还更放心 那个婚礼准备啥时候办呢 就想在520之前吧 你现在有去找你爸谈吗 你跟他谈这个东西 打电话 他就会给你挂掉 然后我回家的话 他都躲着我 他都躲着我的 这个我有经验 其实他的父亲 从原来的这一种愤怒 到现在的回避 已经在左下坡了 情绪是会变 他是需要有一个面子 对 有一个台阶 这需要你给他面子 尤其是这一场婚礼 您还真的也办 因为这是妻子的心结 但是您老爸那里 您的那个薛源亲情 在好好的去求求老爸 一定成 这个事要提上一场 我都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我们来听听 其他两组求助嘉宾 你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觉得他们两个人的矛盾大吗 婚礼还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就在想 为什么女方一直 就是想这个男方的 父亲去出场呢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 他需要这种认可吧 对 就是被认同吧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 男方应该好好 跟他的父亲沟通一下 其实你们的矛盾 并不复杂 是你们自己 内心把它搞复杂了 您的父亲 我坚信您一定能说服得了 有办法的 尤其是 现在已经有了孩子 这一年 你们的婚姻是稳定的 真真吵吵并不可怕 但关键问题是 两个人碰到 有一些问题 多将心比心换为思考 为对方想想 一切都豁达豁然了 所以你们的问题 我认为完全能够解决 关键 就看丈夫 就看你了 女方我也跟你讲一下 其实他爸爸的问题 当然最重要是儿子 去说服爸爸 我觉得你也要努力 你要用你的方法 你去打动他 而且你看 刚才我们已经了解到 他爸爸 其实现在慢慢慢慢 已经在接受 就是他是作为老人 他有一个自尊心 他有一个台阶 那么这个台阶 就得你们给 其实现在是个 很好的机会 他已经对你们的孩子 很爱了 所以说 一定要努力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女孩加油 在我看来 整段的你们两个人的 关系当中 有很大的问题 其实是在于你的 就是你一直以来 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要求别人 对你怎么样 请问你一个男人 凭什么不工作 每天给你提供 情绪价值呢 凭什么 凭的就是他爱你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 有一天 他这个爱消失了 怎么办呢 他爱你 他也需要有回应的 他也需要你 同样爱他呀 再说孩子 跟谁姓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你们家也有老人 你们家也很 看重这个问题 否则的话 你们家为什么说 要传宗接代 要续香火 人家爸爸不接受 这个事 心里有点 过不了这个坎 没有什么问题 你去哄过吗 你去道过歉吗 你去跟他爸爸 说过一句说 爸爸对不起 我们当初 没跟您商量 这不是他 一个人的事啊 姑娘 这不是说 因为是他爸 就只能他去说服 你也是这个家的 一份子啊 那也是你要尊重的 尊敬的爸爸和长辈啊 所以我不觉得 你有多委屈 我唯一觉得 你可能委屈的一点 是因为刚生完孩子 激素不稳定 情绪有点大 脾气有点大 这个时候确实是 需要丈夫多包容 但其他任何的事情上 我不站在你这边 您吧 一直想回避好多事 您觉得 您来到这儿 跟我们五个人聊会儿 就可以回避 跟你爸爸讨论 你孩子姓什么的问题吗 躲得开吗 正三万 徐女士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 小张21岁 来自天津 学生 小徐20岁 来自天津 学生 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 你觉得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俩一比 有时候我主动要求她的事情 她也不一定会去做 这让我感觉她不是很重视我 就是问这种问题 连小事都会无限化 你觉得她有哪点 是你最容忍不了的 我最容忍不了的是她做事 拖拖拉拉 没有时间观念 我最容忍不了的就是她动不动就生气 然后太注重细节 生气了 哄不好 生气了哄不好 女生生气是不好哄 你说说她有多不好哄吧 比如我们早上出去玩吧 就因为一件事情生气吧 她表现得好像好了 实际上她并没有好 可能我再做任何事情 她就会不爽 气一直在 你们两个怎么异地的 我们之前是高中同学 高考完了以后 然后约定上同一所大学 然后留在同一所城市 但是可能因为就业方向什么的 没有留在同一所城市 她就去了其他的城市 你俩异地多长时间了 大概半年 半年有什么让你觉得 就是特别不放心的地方 就是它变化特别大 之前会搞一些 比较浪漫的事情 现在就是我主动要求 她做的事情 然后她就以各种理由推卸 就比如说抖音上 就是有男朋友 跟女朋友做的一本立体书 我就说咱俩一起写一本 就是《恋爱日记》 她觉得写字太累了 没有时间 最后这本书做成了吗 现在做成了 没有 不是 做成没做成 你俩答案还不一样啊 不是 就是我还没给她看 她当时跟我讲 你回来之前 你把它做好 到半个月的时候呢 我们两个人打电话 她问我做吗 我说没有做 然后就吵起来了 吵到两三点钟 但是我那个学校 早上要去上早自习 六点又要起来 你有早自习对吧 那我也有早八呀 那我早八也要去上高速课呀 然后你每次跟我说的是 你写一段话 你要想一个半小时 就五十字左右的一个东西 就很长时间嘛 你们在这立体书上 叫了多长时间进呢 三个月吧 不做了 行不行啊 然后就现在就是 就是最后一次她说不愿意 昨天她不愿意就不要了 一本书就争了三个月 你看你们的价 已经把这个感情草立体了 没有了 她已经承诺了这件事情 才买的这个东西 咱们的恋爱还谈了点 别的正事没有 咱们聊聊 织围巾也是这样 谁织围巾 她就是说想给我织个围巾 男生织围巾 你怎么想呢 织了没有啊 也是看那个短视频嘛 我感觉就是比较浪漫吧 你让我去做这个东西 我自己肯定也不喜欢做啊 但是我觉得 就是能带给她一些 是你自己主动 我没有让你做 是你答应的 这个对啊 你自己说出来的呀 你自己不愿意做 为什么要自己 主动的去承诺呢 我没有做不到 我再做 关键是她好像觉得 不管做什么东西 一两天就是能做完这种 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完 是你今天要支援金 那我肯定今天就下单了 去买了支援金的毛线 而并不是你在等 你回来的时候 你跟我说这个东西 然后我说你毛线买了吗 然后你说没买 那你不打算支了吗 然后你一周之后 才去想去买这个毛线的事情 就是说大话说太多了嘛 对了 还有就是没有时间观念 就是在我们一周年的时候 迟到了一个上午 就穿了一个篮球背心来 然后跟我说 就是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因为一些事情 然后我就问她 你不会昨天晚上就是想好 明天要穿什么东西 然后做个计划 订个闹钟什么的吗 她说她有啊 我们根本就没有定时间 因为并不是我们前一天晚上约定的 当时给她买完礼物 然后我可能手里剩的钱不多了 我平常帮别人组装一个打印机 在网上可以赚点钱这种啊 所以那天晚上我就一直在找人 我看看有没有人需要赚到一点钱 然后我就想明天可能能吃的更好一些 就是这样 明天我跟我女朋友过纪念日 我今天半夜才赚钱是吧 不是我是从 你这 你不应该一个月之前 有点主次不分了 因为第二天 您看 不是不是主次不分的事 是这事 他应该提前计划好的吧 我从一个月前就开始计划 那你那个时候没有算出来钱不够吗 原本说好了的一个人 反悔了 那我也没办 活黄了呗 那你也不能前天晚上现找啊 你一个月前的活都能黄了 前天晚上活它能成吗 对关键是 关键是就是 我并不是说我留的那个钱 是完全不够的 您就是为自己睡过头找借口的 就即使你干到了凌晨 你订个闹钟 该早起也得早起 是啊 是啊 你们俩是初恋吗 不是 他之前也贪过 偶尔也贪过 反正总之现在就是 女生觉得男生 没有那么在乎自己了对吧 对 还有就是我们谈恋爱之后 我过的第一个生日 就是我的朋友 就是都送上了祝福 然后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 然后我就问他 他就你怎么不跟我说生日快乐 他说因为他没有钱去买这个礼物 所以他不好意思去跟我说这个东西 不是我问一下 就是你过生那天他都干什么了 他什么都没做 那会是一地吗 不是 他什么都没做 然后你是通过什么方式问他 你怎么都不再说一声生日快乐的 就他送我回家的路上 我就问他 他还是跟你们出去庆祝了是吗 对 是你通知的他还是他通知的你 我通知的他呀 那他就是没记住嘛 他说他后面就是给我补一个就是这样的生日 因为我也理解就是可能学生没有攒够钱买这个东西 但是他后面就是没有一个给你补的这个生日礼物 或者是之前答应的事情他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交代 就包括他说我就是因为一件事情又就是老是翻旧账 是因为我感觉就是这两件事情是同一个性质 但是不同的事情 每次吵架都在埋怨对方 就好像我们俩就是要比谁更有耐心把对方说服一样 就可能就吵累了 然后大家都歇一下这件事就当翻篇 然后等下一个吵架大家又有精力了 然后又一起吵又一起把以前的旧事全都再翻出来 我们聊到现在了 说做立体书你不愿意做了 你主动说给我支个微博你不支了 咱俩过纪念日 然后一直到下午您才起床 您头天晚上才赚年纪 我过第一个生日 我这生日party都结束了 您连句生日快乐都没说是吧 姑娘你干好一事 就是你凭什么说他爱你 你用什么细节说服着自己 你认为他爱你 他之前就是会给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然后他知道我身体不是很好 就会在吵架的时候会让着我 但是异地了以后就不会这样 就完全就像变了一个人 就是他爱你的证据就是吵架让着你 有没有可能这个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去吗 我确实有怀疑过 因为他有一次在电影院 然后他睡着了 然后说了梦话我没有听清 我就让他再说一遍 然后他说的是李楼见面 然后哈尔滨 我把你的沐浴录用完 你再买一瓶 然后我就因为这个事情跟他吵架了 然后我就判定他出轨 或者怎么样的 他就觉得我判定的方式太草衰 有的时候女生的直觉是天生的 因为这件事情 然后再结合的很多事情 比如说隐瞒就这种 陪你看电影居然睡着了 梦里的方说的是跟另外一个女生说的话 他说不说梦话这事都不重要 姑娘你告诉我 在什么情况下 我陪一人看电影我能睡着了 第一电影没进 第二这人没进 是这样我前一天从异地回来 是周六日我去陪他 在我回去的前一天我们还在吵架 又是吵到了三点 然后早上我坐上六点最快一班的火车 你想我就睡三个小时 然后我又站了一路 所以我就睡着了 如果说我这个年龄说 我想几位老师还能醒 一个21岁的男生说 我这就是一路坐了火车 我下车我疲惫不堪 我已经要睡着了鬼性啊 您说的这个话连鬼都不信啊 不是关键是我们已经吵了连续 我们那前几天每天都在吵架 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要回去的原因 就是因为见面我觉得能解决吵架的问题 那我们每天连续吵到那么晚 不是说只有一天啊你 如果说只有一天的话 那我想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他的借口太多了 你给我一个证据能说服我 你是爱他的 对 不管我们两个人吵架 谁错谁对吧 我会主动去向他道歉 就是我觉得包容比较多吧 就是你们今年一个20岁一个21岁 你们谈恋爱谈了一年 然后现在你们告诉我 我们之间是包容比较多 就是咱这辈子要就跟对方过了 咱这辈子是有多辛苦啊 您现在还能包容他吗 还能主动道歉吗 有吗 没有 他跟我吵架都是在大吼 然后就是他跟我道歉的时候 是因为他说 他说对不起 因为你做出了什么什么举动 所以我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然后或者是他说一个例子 然后就说你难道没有做出这样的事情吗 然后我想不起来就是之前的这个事情 然后他就会说我错了 行了吧 然后我就会更加生气 就非常生气 觉得是因为异地的关系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 以前在一起可能还没这么大变化 现在因为异地了 你感觉变化很大对吧 就是我们俩在见面的时候 他就会说出他和他社友之间的一些梗啊什么的 然后我就不明白这些梗 他就在那儿哈哈哈哈 我也不理解他哈哈点 然后我就不是很喜欢 就是我做一件看来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然后他就会说我莫名其妙 他说他自己的事情 他会把自己淡化 一带而过这种 然后描述我怎么怎么样 他感受不到自己的情绪有特别大的波动 在他看来他说的话好像都是很平和的语气 但是到我这边 我整个人我就有点莫名其妙 你觉得你们俩合适吗 合适啊 都不理解对方的搞笑的点在哪儿 还合适什么呀合适啊 哪儿聊不到一起去啊都 哎呦 哪儿合适啊 那咱们先问问其他两组那个来求助的嘉宾 你们怎么看 男方他这边就是承诺的东西是一定要做到的 只要你承诺了女生就一定会很在意这个事 你觉得他俩的事大吗 小情侣斑斑嘴 应该就是说互相磨合一下 多容忍对方吧 本来呢异地恋是就是能走到一起啊是非常不容易的 男方的话我觉得就是以后再答应女方的情况下呢 应该要快速的做到 这样呢就可以让女方的话就是觉得会在乎她重视她一些 确实谈恋爱是很轻松的 但你们谈得很沉重 异地恋对恋爱一定是一种挑战 即便你们两个人没有异地恋 天天相守在一起分得更快 很显然彼此之间对对方的那种爱 没有到可以燃烧的程度 尤其是男生作为男人一言九鼎 对自己丧心的在心里的女人的承诺 我们男人一定会牢记在心 克服任何的困难会去实现 这也就是一旦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 没有困难我创造困难 我也要去表现自己 你现在连表现自己的欲望都没有了 而且你们两个人的争吵 已经变成了一种规律 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一种自己约定俗成的 反正两个人接下来就是吵呗 就是闹呗 闹到最后我们两个人还走下去呗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两个人已经力不从心了 你们异地还有两年半 我绝对不相信你们能撑过这两年半 如果真的撑不过 放过对方 分手也是一种对相互的尊重 你们俩才一年多谈恋爱 这还属于是多巴胺还没退下去呢 一个电话就开始吵 一个电话就开始吵 你们觉得还有意义吗 还有一点 爱情当中 女孩子希望男孩子给自己的什么 最重要的一点呢 安全感 你现在能给她安全感吗 给不了她安全感 你还得气她 是不是还得生气 如果到现在你俩还这么蛮宁 不如把这个精力放在学习上 好好学习 以后碰见一个对的人 适合自己的人 你们俩的世界观 你们俩的意识 概念理解 完全是不在一起的 是不一样的 你俩去恋爱谈的太没意思了 太累了 谈恋爱谈恋爱 什么叫谈恋爱啊 她得先谈得起来才叫恋爱啊 你俩现在聊聊不到一起去 吃吃不到一起去 电影看不到一起去 干啥都干不到一起去 你俩谈啥呢 这不就是相互折磨的吗 每天都在吵架 吵到最后早晨起床都起不来 你们为什么要相互折磨彼此呢 你们两个人都各自都有问题 女生就是照本宣科式的恋爱 我今儿看见一个 哎不行我得做 你看这多浪漫啊 就是为了爱而爱 为了浪漫而浪漫 为了仪式感而仪式感 就如果这书你跟他提出来说 你看我今天看了一个立体书 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做 他但凡拒绝一次 那这一定不要做了 我们也没必要 因为这一本书炒三个月 在干嘛呀 对吧 当我发现你有不乐意的情绪的时候 那行那就不要了 那就证明这不是我们发自内心 一起想要完成的一件事情 对于男生而说的是 他想要的所有的东西 你都没有认真对待和准备 生日啊 纪念日啊等等等等 所以啊 你们俩这个恋爱 再谈下去啊 就真的就剩吵架了 就不要再互相折磨了吧 如果我的生活苍白的 我只能找一个愿意跟我吵架 有功夫跟我吵架 生活跟我一样苍白的人跟我吵架 那可能对方是有存在必要的哦 起码有个人我跟他较真 他也能跟我较真 咱们的青春最宝贵的 一个20岁一个21岁 这应该是最有色彩的年纪啊 居然是这样的 这是我特别难受的一件事情 短视频平台很丰富耶 但是不同的人能看到不同的内容 那么恋爱当中好多内容 不同的人期待不同的内容 所以你该较真儿的东西 如果真的你认为是那本立体书 那么好 我们就较真儿较下去 好吧 你愿意和这个女生继续下去吗 我愿意啊 好 女生呢 你愿意和这个男生继续下去吗 我愿意 好 说理由 一句话 我觉得我看见他开心 我也会开心 哦 很好 这句话够了 就是我看到他难受的时候 我也会难受 我给你们两个人一个建议啊 回去好好想想今天四位老师说的话 异地恋 如果有爱 就能继续下去 有的距离可以让我们产生美 但有的距离会让我们产生凄美 但如果我们知道错了的话 我们就要去调整自己爱的方式 我们要去换位思考 为对方去想一想 我们要能说到做到 这份爱 我觉得有值下去的意义 同时再给你们一个建议 一滴代要多打电话对不对 咱们不要仪式感吗 从今天开始 我们换一个电话号码好不好 你们俩休息一会儿 我们有请我们第三组嘉宾 耿先生和郭女士 来 好好想想啊 本期第三队情感嘉宾 耿先生 41岁 来自内蒙古 职员 郭女士48岁 来自广东 职员 他们今天遇到了怎样的情感问题呢 用三个词概括你们之间的问题 我说喝酒减肥 你觉得他有哪点是你受不了的 他很懒惰又不上镜 他嫌我胖 他管我管得特别严 没有一点点自由空间 你俩是男女朋友啊 但是你们俩的这个年纪 你是不是之前有过婚姻的经历 对对对是 两个人都有过吗 对 对都有 你们相处几年了 差不多三年多 刚才那三个词是什么来着 投资喝酒 投资是咋回事 他一个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 做上市的一个公司 他呢就是那里找朋友借了20万 因为他觉得那个平台很好嘛 然后呢就是半年之后呢 那个平台呢 倒闭了20万呢就没拿回来 赔了 对赔了 他也没跟我说 后面呢是一次朋友的聚会上面嘛 他的同事就无意间就说 他在那里投资了20万 一直都没跟您说过呀 然后呢我回去了之后就特别特别的生气 当时呢我就把东西就全部给他 就是给他装到行李箱 然后就让他走了 就觉得他太不尊重我了啊 其实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我就觉得呢 朋友推荐这个项目呢 就是感觉是个机会 另外他一直提 我们因为必定也要结婚呢 但是结婚也需要钱嘛 我一直希望给他像样的婚礼 做了个男人我也想做好的项目 又是个快要上市的企业 我又有个身份感股东 那我就找我朋友啊 但是我又担心怕他一 这样一说平时管他们 我就怕他又不让我投 那你如果真的是好的平台 那我肯定会支持他 这跟平台好坏没关系 没结婚之前他在外头怎么投资 其实在法律上跟您没有任何关系 关键是讲了这么长一个故事的目的 您要得出一个什么结论 就是因为你对婚礼有要求 所以我才出去盲目投资 所以我欠二十万怪你 是吗 也不是盲目的 我就想呢 我跟他说了 可能他也会担心 因为平时也会考虑钱的问题嘛 您那个二十万的负债 自己有偿还能力吗 也有点压力 投资失败了 你现在自己在偿还你的债务 对不对 那你工作是不是很辛苦 我现在在跟一个朋友开那个酒庄 需要投资吗 已经投过了嘛 就你投了吗 那时候我之前就有对的 您投酒庄的事情在酒庄 这个我知道 这是另外一个 就是从那次生气了之后 我不是把他赶出去了吗 结果三个月之后 他就向我道歉 那次你也很过分 把我什么东西都给我收购扔了 我就觉得三个月 反正不联系不联系呗 后来是在一个聚会上 我的朋友和他的朋友 这两个人就认识 然后呢就是互相在一会儿就聊聊 我也确实我觉得这个事应该告诉他 后面呢他就跟我道歉 然后我们两个又在一起了 他平常呢在生活中呢 还是比较懒惰的 每天下班回家 因为我们都是六点钟嘛 后来我就一回家 我每天都要做家伙嘛 他呢就每天一回家 他往那里一睡 就去那里看视频去了 那我困肯定要睡一会儿啊 平时我也在 那我也困啊 我也是每天上班上的六点钟啊 我每天也跟你一样的啊 还有什么能让您说他懒惰 懒惰可是一个很消极的评价呀 还有什么 有就是在工作上 我觉得他不是很积极 那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呢 他不是做生意赔掉了吗 刚好要回老家过年了嘛 因为还只剩下一个月 我说这样子吧 我说我们呢回家过年没钱啊 我们呢就去先打一个月的工啊 然后有一点钱 然后呢回去看看父母 跟父母一起过年 他就始终都不愿意 他说我是不会打工的 他说打工的话 降低了我的能量 他说我里面不回家都行 他说我就不打工 那我本身就是个老板 我没打过工 我问一下就是 你们马上过年回家了 还有一个月 我要过年回家 对 回谁家 他晚上 他晚上就是特别喜欢熬夜 一般呢就是玩手机看书 看到两三点钟 发了福气的嘛 还把我吵醒 吵醒了之后呢 我第二天去工作了 我就没有精神 所以这点上 也是非常烦他的一点啊 也跟他说过 不是经常的吧 也是偶尔嘛 说过很多遍啊 但是他就是给不了这一点 刚才说了这个懒惰的事了 那咱们接下来说喝酒的事 有一次呢 差不多到晚上十点钟了 我看他还没回来 那我就从十点钟 就开始给他打电话 一打打到晚上三点钟 他都没接 那我后面又找到他朋友那里 他朋友都说没站 第二天早上他才回来嘛 回来了之后我一看 就知道他喝酒了 因为很大的酒味 平时在外面是不过夜的 就那天就差点碰到我的一些好哥们 哎 这样呢 大家在一块好久又不见了 二位现在对于未来结婚的时间 有没有什么规划 比如说要相处多长时间 你们就打算要走在一起了 可能应该是明年 后年吧 男生呢 因为去年的时候 我们定了那个 定了时间 因为就是 就取消了嘛 因为特殊原因去年想结婚 后来取消了对吗 嗯 对 一个是因为钱的问题嘛 因为 那为什么不是今年结婚 要到明年或者后年 结婚的话 其实拿结婚证 其实都随时可以啊 那为什么现在还没有领 但是呢 因为今年呢 也没回他老家嘛 因为他还要回老家才能办得了 所以他老家比较远 我们平常工作了也比较忙 所以说就没去 也就是说 你们现在随时打盘去世吗 嗯 对啦 随时就是说 除了距离 有客观原因 没有 还没有结婚吗 就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嘛 因为那一年 他不是做生意都赔掉了嘛 经济方面的原因 因为他突然之间负债了 还有别的原因吗 他也希望去我家看看 他还没有去过你家是吗 嗯 对 一次没有去过 一次没有去过 然后因为那二十万的突发的对外负债 当时是谁提出先别结了 是谁提的 是我提的 是您提的 嗯 那么您确定他在明年或者后年 能把那二十万还上吗 嗯 那还是有可能 嗯 有可能和确定有区别 那应该是可以的 那还上才接对吗 嗯 我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还债的话 你是帮他还吗 嗯 我有钱也会帮他还一下 这是你愿意的 还是他提出的要求 他没有提要求 你愿意的是吧 嗯 他在钱方面呢 对我还是相对比较大方的 你觉得你们两个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或者说今天你来节目 希望我们帮你们解决什么问题 没错 就是比如说他很懒这件事 还有他工作上不是很积极 这个能不能 就是说白了要改变这个人 对吧 让他改变对吧 你帮之前我们先听听其他两组球主嘉宾 你们怎么看 男士去投资隐瞒的话 确实是不应该 但是站到他的角度 我又能理解他 毕竟是一个男人 他肯定是想给对方一些惊喜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对吧 就像我也有时候也会瞒着我老婆 你瞒啥事呢 那一点点小事情小惊喜 肯定是也会有着嘛 就像我给他送花 但花里面还藏了东西 到了那个花枯萎了 他都没发现 我还我也找了他 我说这个东西 为什么你都不会善心 但你这个蛮是善意的蛮啊 对 你这个蛮是美好了 是浪漫的蛮 他这种要是成功了 那不是一样的 是善意的嘛 对吧 所以才与他成功与否 对吧 对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嘛 就要包容 不可以说人家胖啊 或者是怎么样 这样我觉得不太好 然后就是两个人多 互相理解一点嘛 你觉得他们俩能结婚吗 可以吧 那你觉得你俩能结婚吗 我 突然起来的一击 好 谈恋爱吧 我就是随便这么一问啊 疯疯了 我肯定是想 不知道他想 行 别招步 别招步 来 我们听听那个聊一团老师的意见啊 其实珊瑶老师问的好 你们两个人是初婚 只要真真相爱 走进婚姻并不复杂 但是他们不同了 他们走进婚姻是有点复杂的 你们两个人很显然 经济问题是你们一个主要的障碍 而且可能也是一颗定式炸弹 如果这个男人 现在一无所有 他真的养不了这一个家的时候 我断言 你转头就走 男生很显然 他很虚荣 很要面子 你刚才说 我就是做老板的嘛 天下有哪个人天生就是做老板呢 男人浪人最看不起的是什么 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 你有一点这样的味道了 只不过你现在经济上还能够应付而已 如果哪天你不能应付了呢 怎么办 我不做判定你们能不能继续走下去 只是提醒你们 去认清自己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和现状 谢谢 其实在像你们这样 也是二婚的 经过了那么一段婚姻 所以要求你们更加的纯粹 而且情感上面诚实是非常重要的 你像这个男方 你如果说你真正的你这么爱这个女方 现在像你这种经济条件不好 或者说你原来做的生意失败了 那么你现在怎么办 你们在家里看游戏看手机 我要是你 我去给人擦车 我一天我擦几辆车下来我OK的 还有一个女方我要告诉你 像你们这个年龄段的 40岁了是二婚的时候 你想去改变一个人 那是很愚蠢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你俩如果互相不做好这个调整的话 基本没戏 我问一个问题女士 她那个投资的事 如果当初征求了你的意见 你是否会同意 那个可能不会同意 你知道你们两个人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你们两个人的人生价值观和目标是不同的 你们追求的对于未来的生活的状态是不同的 女士是要脚踏实地 男生是我不可能脚踏实地的 而现在女士在做的努力就是 我要改变你把你变得脚踏实地 我要把你从天上拽下来 对不起你拽不下来她 她一直就是一个在天上飞的人 你看她的态度 你看她的姿态 你看她说话的状态 就是我不是一个普通人 我不可能做打工人做的事 我就算再穷我也要当老板 因为我本身就是个老板 什么老板呀 她就是一个负债的人 一个老板连20万都还不起吗 所以她是一个虚荣的人 她压根不知道现在真实状况是什么 所以女士您要考虑清楚的是什么 您未来是否能为这样一位虚荣的人 一直买单下去 因为这毕竟是第二次婚姻了 你有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 在上一段婚姻当中没有孩子 那你们两个人再次步入婚姻 您这个年纪了 是否还能要得了孩子 她是否对生育这方面 有其他具体的要求 你必须要生孩子 如果您的身体条件不允许了 你们这桩婚姻怎么办 所以这么多现实的问题摆在这儿 不是空口巴压说明天结婚就能结婚 后天结婚就能结婚的事 你们想一想 二位属于一类人 都是爱面子 白在你们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 现在面子没有了 你们还有没有感情 女士 您看上她的不就是老板吗 她现在就不是老板了 所以她喝酒懒惰了 让你减肥了 这都是问题 她一目了然 好高物远 不能脚踏实地 没有做过员工 那你那钱从哪来的 你的第一桶金从哪来的 您呢 是在骨子里 你们之间感情并不是人 曾经有三个月 因为债务的问题 扫地出门 要不是那个场合 要不是她的朋友再给你拉在一起 你呀 从此跟她两不相见了 因为她不是你心目中的老板了 你找不着依靠了 你是找一个靠山的 那个这儿有还没有在您看来 并不可重要 好 现在东山起不来 你回家你要面子的 俗话说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的 但是没有钱你就不回去 你突然此时发现 她无法为你折腰 你们之间真的是没有感情 所以你更加吝啬自己的感情付出 所以她的所有的问题就都来了 我认为你们俩还是认清现实吧 你们之间没有感情的积累 只有相互的一个交易 当然了我们有过情感经历 对吧 我们看问题可能更现实 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说在感情当中 哪怕那么一点分担 那么一点责任 你们俩谁也不给谁妥协 这段感情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留给我们三组嘉宾 你们各自回到我们的门后面 可以想一想 接下来你们如何选择 何去何从 好不好 好 那么感谢你们三组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接下来各位老师 我们先来看这个 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嘉宾啊 你们觉得他们两个人 还有继续的可能性吗 那完全有 我觉得有可能 对 他们是有感情的 出来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他们的这一个问题 是在婚姻当中 确实碰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 对 但这一个特殊问题 解决了就OK 其实我们给出了非常好的 这一些建议的方式 我认为他们也接受了 尤其是丈夫 他肯定会把妻子拖出来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结果 在开门之前呢 我们要提醒一下电视期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通过 金云App天晋IPTV网络电视 万事大手机客户端 观看我们本期节目 好了 我们一起来看结果 3 2 1 请开门 不在不在 你们准备怎么调整啊 这么问吧 首先我这边要态度坚决的回去跟我父亲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落实掉 就算他实在不愿意来 我一定要把这个婚姻给办下去 这是我必须给他的承诺 好样的 姑娘呢 我改改我的脾气 然后我尽量不多想 就我尽量不要那么自私 改一改我的脾气 两个人一起去努力吧 加油 剩下的时间交给你们 来一起进入浪漫30秒 你的婚姻我一定马上 把这个事情落实到位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妈 我眼泪都出来了 哎呀 把我们颜老师都给感动哭了 这是真的感情 嗯 这个没问题 这真的是真的感情 就是我们节目的唯一报名官方热线呢 是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朋友呢 可以打电话报名啊 记住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 小心被骗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 第二组嘉宾的结果 3 2 1 请开门 肯定出来 肯定出来 出来是肯定出来 哈哈 他们自己会出来 哎呦 没出来 哎呦 没出来 我还没出来 没有哎 哎呦 我是不兴奋的 但是 终于决定 就是别吵了 21岁20岁 最美的年纪 干点开心的事 真是 我认为今天成长了 对 我觉得这种的其实 彼此不耽误时间也挺好的 挺好的 我觉得是最好的结局 我当地的朋友 最不远 最好的结局 最好的结局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的第三组的这个结果了 3 2 1 请开门 累了 累了 好开心 我们来了 进入浪漫30秒 老婆我爱你了 祝你们幸福 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再见 不管怎么样 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真心的真诚的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 爱情保卫战了 我们下期再见